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我的各位粉丝听众大家好 我是尹柯,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Wolf Media的平台相见 有人要我聊聊典容 典容这个平台,因为不是在杭州了 我的熟悉度就没那么强 第一个,他的创始团队确实有点牛逼 有什么Lindy Club的联合创始人 也有那个五道口毕业的 五道口EMBA的这个东西,就是花钱买的 我如果当年的时候乐意,我也去五道口买一张 那个时候大概28万人民币 还有呢,在渣打,比如说有十几年工作经历的 还有呢,那个什么麻省理工毕业的 就一群精英,回到了中国 做了一个项目 从做的那天开始,什么加拿大的创投公司 是吧,中国大陆的创投公司 包括渣打直投啊,都给他投了钱 这样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生的平台 他在干什么 第一个我告诉大家,他做的东西就叫高利贷 是吧,那你高利贷你不需要如此高多光环 无此高学历,无此多 杭州多的是 是吧,你做资金生意就叫做资金生意 我们因为杭州就基本不叫高利贷 就叫做资金生意 但是他集万千宠爱于一生 集众多光环于一体的这样一个企业 做的内容叫高利贷 高利贷人家还是自己的钱 你他妈的集的是P2P老百姓的钱 也就是说典容他其实是用P2P的方式 做高利贷的业务 这个盈利模式比传统P2P要有盈利模式 为什么呢,高利贷收益就高 但是啊,这个时候啊 我看了一下,没一个人是搞封控的 是吧,你金融从业不代表你有封控从业 当年啊,我又要吹一下牛逼啊 我在杭州还是比较吃香 什么原因,我的封控啊 确实比一般的人牛逼 在我手上没出过什么大事 我的手上,我的业务 一直KPI跑得比别人好 但是在我手上没有出过大事 是吧,包括对私 包括私人的,包括跟我接触的企业 包括个体的 因为平安有个体系叫交叉销售 我可以去影响一些对公的业务 包括集体工资新增代发户 这个其实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业务 实话实说 就分控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招一息恋成的 分控这个东西 第一个,你要有逆向思维 第二个,你要有一定的能力 那也就是说,说实话 你那些老百姓以P2P的模式投到点融去放高利贷 那你还不如把这个钱投给你们县里那个放高利贷的人 因为你还能找得到他 那个你要找,找不到他 实话实说 今天杭州四季青派出所又出警了 不知道又有一个什么平台又爆雷了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之前我在聊P2P的时候 我告诉过大家 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 任何一个P2P平台 都是违命题 任何一个P2P的公司都会爆雷 只是爆的好看和爆的难看 什么叫爆的好看 跟政府关系好的 不用立案,不用调查 你慢慢自己去处理 跟政府关系差点 直接先抓了再说 这就叫现实,这就叫现状 典容 典容网 他没有被抓 那说明他跟政府的关系不错 跟上海市政府的关系不错 跟上海公安部门的关系不错 但是他推出了一个什么 三折回购 就你在我平台里丢了多少钱 我们三折回购 三折回购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我要在你的平台投六年 那么我们回过去看 这个平台是2013年好像 2012年2013年成立的 也就是说我六年里面一直是50万人民币投在你的平台 那我今天三折回购 我是赚回那个本钱的 否则也就是说大量的韭菜被割 2017年当这个平台 不错 口碑不错 201617不错的时候 多工章 这又是中国人列更新 当你的平台能够得拿到风险投资 能够拿到VC的时候 内吼 多工章 当你的平台出现问题的时候 是吧 眼齐吸鼓 有能力的也不出能力了 其实啊 就中国大陆的这些创业者 他的team概念 真的没有那么强 马云啊 腾讯都没有那么强 马云说除外 阿里巴巴除外 他的team的概念没有那么强 更多的是 创始人的个人魅力 更多的是创始人个人的魅力 国内的P2P 我前面解析过很多 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 这个原因 哪怕我们拿老百姓的钱去放高利贷 他也会报 什么原因 你如果去放高利贷的话 你的本金就是高风险 你的违约率就超高 我不管典容有没有虚虚的假的 他的违约 高达30% 到35% 这样的违约 那你这个平台 经营的再好都没有用 是吧 你高利贷高利贷 你的 你的那个 再高 也就是年化24% 而且最近 中共啊 中共好像 又出了个新台新政策 是吧 你的利息不能超过15.4%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连微信 支付宝都是 都是高利贷 对吧 就中共啊 宁可允许 这个这个 民间大放高利贷 也不乐意 让原有的一些运营机制 继续运营下去 他什么 所有很多东西都是上层的人 都是中共啊 当然也不是未必是习近平啊 都中共那些智能啊 脑门一拍 就做决定了 他并没有一个运营机制 并没有一个论证 以前经常有论证啊 现在连论证都没听说了 就领导人一句话的时候 典容啊 爆雷应该是从2000年初啊 只是因为某个原因啊 因为武汉疫情的原因 所以他一直啊 隐忍到今天 那到今天为止啊 公安部门都没有立案 这个反正我们也不做评价 但是三折回购 说明平台有钱 平台没钱三折都回购 不要说三折了 两折都买不了 一折都买不了 平台有钱 那么平台又想收割 收割一把 就因为现在老板跑不出去嘛 是吧 因为现在闭关 中共闭关守国 老板跑不了嘛 所以他又想收割一把 就割韭菜 顺着割一把 不够 倒着再割一把 是吧 我真为中国的14亿老百姓啊 捏把汗 你这14亿猪狗啊 虽然我也曾经是其中一只 是吧 我真为你们捏把汗 所以啊 越是闭关守国 我越建议啊 那些年轻的朋友 沉浸下来 好好的打工 有完整的社保 有完 有不错的银行流水 想办法 移民海外 或者流亡海外 至少啊 你不用再被当狗 韭菜哥 哪怕是二等公民 三等公民 你都不用 怕被当成韭菜 好 我是尹柯 我希望每一个收看的朋友 都可以订阅 我府media 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